公元前十一世纪 周代上而立 周五王分封天下 弟弟少公封于燕帝 这就是燕国 在史书中 燕国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他血统纯正 出身高贵 但七百年来 几乎无人知晓 俨然一个世外桃源 直到第三十八任国军的时候 燕国突然发生了一件 震惊天下的大事 大王 今年雨多 蜀子长得好 寡人高兴 大王 臣昨日从齐国回到夏都 林姿果然繁华 燕国的创建者少公 以贤能而为世人称道 作为少公的后裔 燕快也是一个品性高尚的人 天下财富一半在齐国 天匹江能不称霸吗 齐国称霸 燕国迟早会有祸端呢 大王 以臣观察 齐王不可能称霸 大夫何处此言 齐王不信任贤能之人 没有远见 怎么可能称霸呢 赢国虽不称霸 但必须自强 自强就需要贤能之人 向邦办事果断 官员们没有不服气的 可谓治国之大才呀 寡人有自知实在是幸运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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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知能够辅佐大王 三生有幸 相邦亲起 soldier 温清的时光一去不复返 铁血时代降临 生死存亡的现实 败在烟块面前 子智啊 大王 寡人还是睡不好觉啊 南方的齐国 西方的赵国 都比我们强 寡人担心 他们迟早图谋燕国 子智丹经节律 为大王效劳 大王 弟姚仿贤 善让许游 弟顺任能 善让大禹 姚舜信任贤能 因此成为上古的圣人 以臣看 大王既有圣人之下 更有圣人之德呀 大夫之言 如雷贯儿 官家交给相邦 寡人 就放心了 自知不才 愿为燕国肝脑涂地 上人在世 自知 清晰呀 战国中期 在各国完成变法之后 燕国也开始改革 各国无一例外 都是加强王权 而燕快的想法 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大王 自先祖少公以来 燕国 存世超过了七百年 这是上天 在庇佑我们 平王东迁 天道就变了 礼崩越坏 大国吞并小国 燕国再不改变 王国 也是旦夕之事 自知 到寡人身边来 寡人 决定 将国事交于相邦 从此不再过问 圣人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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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父亲 父亲是燕国的王 不可如此啊 从今日起 燕国不是金氏的 燕国是所有燕人的 如此 燕国才能利于天下 父亲 奸宁之臣蛊惑人心 大王三思啊 大王三思 圣人在世 圣人在世 这就是许人在世 guer ili 那一支 看来 一支 这就是她的 这是燕国 三百世 凤禄一山所有官员的印信 老板 这监者 我就交给先生了 大王不可 父亲 人国是姬氏的 怎可任于他人 父亲如何面对列祖列宗 大王三思啊 大王三思 父亲 圣人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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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日起 我与先生换位而尊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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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三思啊 大王 大王三思 父亲 圣人在世 父亲三思啊 大王三思啊 大王三思 父亲三思 圣人在世 圣人在世 父亲亲三思啊 圣人在世 圣人在世 老公 Eggs 圣人在世 圣人在世 是 四顿 一不圣人在世 面对燕国的困境 燕快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 在燕快之前 姚舜善嚷是传说 在燕快之后两千多年 再也没有一个君王主动让出王位 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的后果 阴谋和天真并行 野心和理想同伴 燕快不喜女色 不爱乐舞 退位之后的唯一爱好 就是下地干活 他以远古圣贤为榜样 竭力践行自己的圣王之道 燕国君臣失伦 刚肠无序 姬平心痛啊 子之妾国 是被恨不能拾其肉 担其骨 引其血啊 太子若想恢复设计 齐国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齐王派信上来 姬平真是感激地灵 王位善让最大的受害者 是太子姬平 有了齐宣王的口头支持 他联络将军室辈和燕国贵族 对抗新人的燕王子之 铁平将这个骗子 解释不就 人世是最大的骗子 我们当初怎么就信了呢 那就随着 我姬平死了 也无脸面对先祖 我死不瞑目啊 姬平与紫芝的战争持续了几个月 紫芝最终杀死了反抗者 但燕国也一片混乱 螳螂不缠 黄雀在后 躲在幕后操纵的黑手终于出现了 当燕国一片混乱的时候 齐国以匡扶正统的名义进行武装干涉 仅仅五十天时间 齐军就占领了燕国都城 齐人以解放者自聚 燕人因此列队相迎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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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军攻破了夏都 是燕人开的城门 燕快一手导演了这场改革大戏 但结局完全出乎意料 放弃世袭的王位 将国家交给贤能 燕快的理想令人钦佩 但超越了时代 我不是燕国的王 我不是燕国的王 子智 穆国 穆国 燕国 可以面对 前祖 烟快死了 孱弱的共和之花还没有开放 就枯萎了 权力是春药 也是一把双刃剑 子芝没有抢夺王位 似乎没什么大罪 但人民的愤怒需要发泄对象 我是燕国的王 你们不能杀我 我是 我是燕国的王 你们不能杀我 不能杀我 不能 我是燕国的王 我不能杀我 子芝被齐军杀死 他不该贪恋权力 让开 这是燕国的宗庙 你们不能进来 一街放着自居的奇人 很快就露出了真名的一面 他们毁坏燕国的宗庙 掠夺燕国的财物 蹂躏 蹂躏 焰国的人民 七百年来 燕国第一次遭受大难 醒悟过来的燕人 开始反抗 仅仅两年之后 齐军不得不撤离燕国 公元前三百一十一年 燕快树出的儿子继承了王位 这就是燕昭王 燕国又回到从前的轨道 在动荡中长大的燕昭王 恨死了齐国 他的人生就是复仇 这天上的雨 一如寡人的心哪 燕国遭此大难 寡人如今是日不能食 夜不能寐啊 郭伟知道大王的心事 大王需要的是能臣 为大王完成大运 能臣 请教先生 寡人如何才能得到能臣呢 大王可曾听说过千金是骨 爱惜千里马的人 连死去的马骨都舍不得抛弃 像我这样没有才干的人 就好比是马骨 大王连我这样的人都厚待 那么天下的能臣 就都会因为仰慕大王 而来到燕光 寡人明白了啊 寡人明白了啊 有一个洛阳的人 苏秦 找什么名字啊 苏秦 世人苏秦有大志 但四处碰壁 被家人嫌弃 落魄的苏秦来到燕国 寻找机会 基本 Hi έχeten 此言 是 请信 请继续知交 刚才我们分析了各国的兵力 燕小其大 燕弱其强 燕国只能剑走偏锋 剑走偏锋 如何剑走偏锋啊 秦赵是大国 离间齐和秦赵之间的关系 燕国就有机会 可是苏子啊 秦赵赵有势仇 秦赵联合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齐国是一条大鱼 需要大二 势在人为 小臣找到了那条大二 素子 请讲 苏子啊 王室惨遭蹂躏 百姓流离失所 燕国的大难 都是该死的奇人造成的 上天选择了寡人 燕国的大业 就拜托给先生了 苏卿从此就是燕人 大王请不过 一个有国仇家恨 另一个有宏图大志 两人一拍即合 苏秦的谋期策略打动了燕昭王 燕昭王打动苏秦的是知欲之恩 苏秦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间谍人生 十六年里 苏秦往来列国奔波劳顿 他一度担任三国的相邦 显赫到了极致 也曾九死一生危险到了极致 无论何种境遇 他初心不改 只为燕昭王的复仇大业 大王 攻打赵国对秦国和齐国 谁更有利 对秦国更有利 那攻打宋国呢 对齐国更有利 大王放弃帝号 天下都会感谢齐国 齐国可趁此机会 联合赵国攻打秦国 列国都会支持 右国混战之时 宋国可灭 齐国大业可成啊 宋子之言言之有理 宋王暴虐 明怨冲天 寡人一直就想替天行道 请大王替天行道 大王替天行道 宋国与齐国相邻 商业发达 富家天下 齐国一直寄予宋国 苏秦步步为营 大鱼即将上钩 柔石遣迹 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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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亲真是高兴啊 寡人昨夜还梦到苏子了 老了 夜半总是醒来 大王何处此言 大王还像当年一样 二十八年了 寡人的愿望还是没有完成 心无畏生 畏生宁愿拟毙 也不背弃承诺 苏亲 就是大王的畏生啊 岂王而知的真相 苏子该如何面对呢 有人告诉燕昭王 齐敏王后待苏秦 苏秦之心早已归齐 苏秦赶赴燕国并明星计 苏秦知道 这是最后的相见 ?! 苏子 ?! 苏子 苏秦十六年的经营 终于瓜熟地落 大于最终吞噬了鱼儿 齐敏王以举国之力灭亡了宋国 但齐军也损失惨重 齐国灭亡宋国 打破了列国之间的平衡 齐敏王一时成为众矢之地 齐国成了天下的敌人 燕昭王等待二十八年的机会来临了 公元前二百八十四年 燕国上将军岳翼率领五国联军 攻打齐国 大王 岳翼率领五国联军 引入齐国境内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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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子 宋子 燕国怎么会攻打齐国呀 你不是跟寡人保证过燕国永远不会攻打齐国吗 是 事已至此 苏秦也就直言相告了 苏秦来齐国 就是为了灭亡齐国 这是苏秦 纪书 李燕王的承诺 就是自使者 小人 阿姨 真的 你没想到我 尉尸子 最誓言 是自己的废人 不是 这肯书 还没想到我 是不得还 三肢书 你 你 你是齐国的相邦 难道寡人待你如此不如燕王吗 苏秦被天下人抛弃的时候 唯有燕王礼遇我 待我如手足 苏秦踏入齐国的那一天 性命就不是自己的了 苏秦 你这个贱人 寡人领教了 大王 杀苏秦 苏秦该杀 拉着去 成立 生而为人 苏秦足矣 慢慢地立于套 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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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敏王做梦也没想到 长期以来 一直在身边关心并帮助自己的人 竟然是最危险的敌人 战国时代 骗子荡刀 恶棍航行 而苏秦完全是一个另类 他是间谍中的死界 功成则意味着生死 他以异己之力 影响了一个大国的命运 是为知己者死 苏秦的人生惊天地 弃鬼神 因为灭宋而实力大损的齐军 很快被击溃 燕军占领齐国都城林兹 齐国的重器和财富被燕人截掠 越以主导的破棲之战 是燕国有史以来最辉煌的工业 燕昭王终于报仇了 大王 上将军已经攻破了林兹 再报一遍 上将军已经攻破了林兹 好 好 好啊 苏子 苏子 苏子啊 苏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年国的朝到了 燕昭王的复仇已完美收尾 燕郡一鼓作气 连下七十多座城市 偌大的齐国 仅升东海之滨的两个城市苟延残喘 大半个齐国沦陷 燕国之威名震动天下 齐国的灭亡似乎近在咫尺 大王来信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燕君放缓了进攻的节奏 致使齐国的集末和举城 存活了五年之久 大王的意思还是围成 围而不灭 都回去歇着吧 诺诺 施家一直在追问 愿意为何围而不打 只是一战而弥锤千古的良机 百百溜走呢 太子有话就讲 三年了 集末和举城还在齐人手里 区区两个小城 愿意为而不攻 父亲 父亲 你再说什么呢 寡人听不清 上来 朝来 夺兵 兵兵子重 向自立为齐王 父亲 不可不防安 大胆 谁提燕国报仇 谁替先祖学得很 是苏清和岳翼 不是二等 你身为燕国太子 竟然在寡人面前 诋毁上将军 你可知罪 儿子知错了 儿子知错了 儿 儿子知错了 我告诉你 有朝一日 你做了燕国的王 记好了 务必要善待上将军 起来吧 其寡人 给上将军你信 在齐国即将灭亡的时候 燕昭王决定推行王道 以仁爱福祉 燕国的王道思想 决定了这场战争的走向 战争前期是为了复仇 因此畅快凌厉 后期为而不公 是燕王在昭使人爱 等待苟延残喘的其人 从内部自行瓦解 燕国历史悠久 以周礼为核心的治国思想 传承了数百年 周礼塑造了燕人的文化基因 讲道德 重仁义的王道思想 一直是燕国的传统 燕国三十八位先王的牌位 都在这里了 上周暴虐 闻王曲儿代之 少公立焉 一礼之国 永远都不要忘记 我们是文王少公之后 战国时代 六国变法突强 不约而同走向了霸道之路 唯独燕国固守王道传统 带上所有的竹简 伯叔 今夜就出发 燕昭王死后 即位的燕惠王猜忌月毅 月毅逃亡赵国 失去了月毅的燕君 很快被齐人打败 外墙中干的燕国 昙花一现 迅速衰落 给燕玉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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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齐国 为先王报了身仇大恨 我怎敢忘记将军的功劳 将军误听传言 抛弃燕国 投奔赵国 如何报答 先王对将军的知语之恩 望将军三思 燕惠王写信给月毅 指责他辜负了先王的深情厚义 这是典型的道德绑架 以道德感化人心 是王道惯用的手段 吧 大王 李傅 赵国情形如何 何 大王 年轻力壮的赵人 都死在了长亭 他们的孤儿还未成年 邯郸几乎不设防 臣以为可以趁此机会 攻打赵国 大王 赵人民风强悍 善于作战 不能攻打 为了生存 燕国偶尔露出霸道的一面 寡人以五倍的兵力 攻打赵国 难道不行吗 大王 攻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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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大王 攻赵 大王 攻赵 大王 燕赵为盟国 攻赵就是背信 前脚刚送五百斤给赵王 后脚就攻打对方 这是不仁不义 怎么能够取胜呢 大王 攻赵 大王攻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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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不能攻赵啊 来人 大王 大王 不得攻赵啊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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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攻赵啊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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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兵 攻赵 大王 张平之战 骆 赵国被秦国屠杀四十多万师族 燕王喜 想趁火打劫 兼并赵国 霸道需要实力做后盾 燕人没有想到 他们倾全力也无法战胜养伤的赵人 赵将连活包围了烟火都城 燕人不得不请求讲和 王道与时代格格不入 霸道又没有实力 烟火在王道和霸道之间摇摆纠结 摔落已不可逆转 将军你是烟火唯一清醒的人 这时候西方的秦火 已经变成了庞然大物 父亲有何吩咐 寡人听说秦国要灭韩了 灭了韩和赵就轮到燕 你在赵国的时候就和嬴政相识 父亲是希望孩儿去秦国做人质吗 燕国不能灭 你认识 你认识嬴政 秦国或许会放过燕国 孩儿马上去秦国 公元前二百三十二年 为了苟延残喘 燕王送自己的儿子鸡丹 去秦国做人质 生不逢食 这是鸡丹的宿命 几年后 鸡丹逃回燕国 国破家王之际 他想用自己的方式 阻挡秦国 一统天下的战车 这个叫荆轲的人 将去咸阳 行赐秦王 太子就到这里了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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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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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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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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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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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坐 坐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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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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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坐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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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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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 坐 坐坐 坐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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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 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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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 坐坐坐坐坐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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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坐 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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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秦王也是人 太子不想杀秦王了吗 那荆轲告辞了 荆轲 樊将军放心 燕国就是你的家 徐夫人的毒药 翠玉剑身 剑血缝毫 你只有一次机会 只要丹载 就没人敢上海将军 下生风浪漫三里 能不能是吗 这个真是 你这根你 我心里有这根 你这么会呀 你这么会呀 我还有一天 你得不不好 你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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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不好 你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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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不好 你得不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风潇潇溪水寒 装饰已屈膝不浮幻 荆轲 就此别过 风潇潇溪水寒 装饰已屈膝不浮幻 别忘了毒药 风潇潇溪水寒 装饰已屈膝不浮幻 不浮幻 风潇潇溪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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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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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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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独播剧場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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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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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